无法忘记旧爱的韩庚终于再次和前女友林家见面了,但是林家却带来了自己的孩子。 时隔六年,前任寺一年早婚,原班人马全部回归,剧情衔接着第三部,韩庚饰演的孟云和余文文饰演的林家相爱五年,最后却因为缺乏沟通不欢而散,到最后两人都没有好好告别。 在如今这部前任寺中,好兄弟正开把韩庚叫做小至尊宝,原来当年韩庚穿成至尊宝的样子来到市中心,隔空大喊林家我爱你的事迹如今都已经成了好兄弟间调侃的梗。 至于那时的林家,吃会导致自己过敏的芒果吃到住院,最后跟着老同学离开成都,回到小县城生活。 来到前任寺,时隔多年,就在韩庚终于准备好重新开始一段新恋情的时候,他知道了林家回到成都的消息。 显然随着年龄增加,韩庚和林家都成长了不少,他们居然可以和普通好朋友一样淡然地约了一次吃饭,当然攒局的还有好兄弟正开和他的女朋友丁点,但是林家却带来了自己的孩子。 原来,当年林家跟着老同学离开成都后,就结婚并生下了这个孩子,但是短短几年,如今却因为两人对未来的规划不同离婚了。 林家说两人分开的原因是因为老公希望孩子待在小城市安安稳稳地生活成长,但是他希望让孩子在大城市得到更好的教育和资源。 不过,这只是林家的一面之词,好兄弟正开和丁点真是一语道破天机,因为这个孩子实在长得太像韩庚了,两人甚至想要偷偷把孩子的头发去做鉴定。 前女友的孩子是韩庚的,这简直是前任寺中最大的彩蛋。 在这部《前任四姻年早婚》中,韩庚准备重新开始新恋情,其实压根不是他已经从和前任林家分手的阴脉中走了出来,真实原因是谈婚论嫁年纪的他,三天两头被他妈妈逼婚,于是韩庚重新审视自己后,决定以相亲的方式直奔主题。 但是,一切哪有这么容易,前任林家依然是他的心结,直到两人再次相遇,林家真诚地对韩庚说,我真的希望,你也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份牵挂,韩庚才开始慢慢接受其他人。 刘雅瑟饰演的刘柳式发造型真是太帅了,面对习惯了单身生活的韩庚会说出,有单身信念的人更加容易遇到灵魂伴侣。 的确,在前任寺中,韩庚和刘柳是如此的般配,查找票根才发现曾经两人居然一起听过同一场音乐会,而且两人居然就坐在前后排。 两人第一次见面,为了缓解尴尬,刘柳给韩庚测了生辰八字,结果算出两人有一世事夫妻。 刘柳的洞察力惊人,他会留意到韩庚喜欢的相机,在受到帮助后以礼物的方式送出,当然也会洞察到韩庚恐婚的状态, 并且说出只有像他这样的人,反而对待感情更加纯粹。 随着两人深入交往,韩庚和刘柳成为了彼此的理想读者,说他们互相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也不为过。 但是两人唯一的分歧是他们对婚姻的态度不同,或许刘柳唯一希望的是韩庚能为他做出改变,希望韩庚因为他突破恐爱的状态。 韩庚的前女友王子说得好,如果你没想走出去,就不要把别人带进来。 很可惜,此时的韩庚并没有准备好,在错误的时间遇到了对的人,是最让人心痛的事。 在这座大大的城市,两人会选择同一家小小的面馆,甚至不约而同点着相同的面,结果却又一次因为差过了时间擦肩而过,而这也预示着续作前任务的剧情,和前女友王子作为凌家的替身和韩庚走到一起不同,对韩庚来说,刘柳绝对是特别的存在。 那么,在续集前任务中,一直在追寻所谓自由的韩庚,面对独自抚养着自己亲生孩子的凌家和自己真正的灵魂伴侣溜溜,又该如何选择?我们拭目以待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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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